一夜之間台灣亂套了 No.1 這好笑 如果疫苗足夠的話 我們每個禮拜可以打100萬劑 先不要講說一個禮拜打100萬劑 其實跟世界各國比起來是超級歸宿 好 就算你一個禮拜可以打100萬劑好了 那你疫苗咧 疫苗在哪裡 不是跟蔡英文講的這個莫名其妙話一樣嗎 你開個直播然後告訴我們說 打疫苗非常重要 這還算你講 他是豬嗎 然後他還說 長輩一定要去打疫苗不要聽聽假消息喔 你沒看到長輩大排長龍啊 人家都知道要去打疫苗 這個不用你跟我們講 問題是疫苗在哪裡 No.2 丟臉丟到全世界 疫苗還這樣子 人家打得過剩才要給我 人家打得不想打才給我們 這可憐的 這個笑死的 台灣是搞什麼 搞什麼飛機啊 一個包島變成一個 惡魔島 現在啦 水生火熱啦 關了多久 關了一個半月啦 還不想什麼是要開啦 飯店也要倒啦 你現在也要倒啦 什麼都倒啦 就要兩樣東西沒有倒啦 你知道嗎 外送人沒有倒啦 還有一個第一個東西沒有倒 就是 政府也要倒啦 這沒聽 兩個政府還沒倒啦 我負責 我負責 就兩三個字我負責嗎 你不要下台嗎 你不要 你不要欠負自殺啊 只要四百多人 你要倒不然你要我負責三個字而已 陳自造 你不要緊跟他講我負責三個字喔 你趕快出人 出人面對 沒有解盲的疫苗 進來疫苗就做出來等你 這屍然 喔 量能充足你看 把 Micho weekend 你看 這是馬進原 無人的政府 什麼抄責部署 我們醫療什麼都不缺 口罩不缺 應用不缺 甚麼 grand 缺德啦缺什麼 毛坑不拉屎 好好的趕快下台 什麼 你看個你指揮國 光療體系 齁 你知道嗎 全世界都在 都在等一秒打 而且要全 Pero 都在等你 7成才有效 不是一個人 走到 一騙再騙 騙騙騙騙騙騙騙 從青年騙到現在 你們就基本的人權了 我們人民要活 我們要活都不是那一件事 你怎麼沒在聽到啊 你知道我們人民能不能入 要不要再講官僚 我們講屁話了啦 馬上一秒就有進來台灣了 你拿我們要稅錢的錢 好幾千一 一秒的 我以前是每天笑 每天三大小小都每天哭了 我在講什麼 他要打電話來 我們有需要自求多福 每天就是自求多福 天熱台灣 沒有那麼好運啊 好運我用我的了 我有疫苗了 全世界都在搶疫苗了 要講那麼多 現在就在講什麼 什麼萬華 那個破口是從萬華出來的 人家萬華是欠你的喔 這是人家扣死帽子 對啊 人家扣死帽子 人家講那個 3加11的 就是那個人 破口出來的 什麼萬華出來的 說來說去啊還是台灣這個啊 抓得不夠緊 他也不封城也不什麼 你會把他放在爬爬 你看你說啦 台灣人喔 人守得住啦 那些外勞齁就守不住了啦 對啦 是的 因為他沒賺沒錢吃飯啊 沒錯 人家出來就是打工的 就是要來台灣賺錢的 他打工的啊 他沒錢他就是要出去賺啊 出去賺 我跟你講啊 就一定會感染到 嗯 所以齁出門有出門可憐的地方啦 對 Number 3 他在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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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的這個大規模的施打 是這麼的可笑 那到底要怪誰 這總不會再怪韓國瑜了吧 這跟韓國瑜應該無關了吧 這就是你自己 牛皮吹在太大了 結果翔軒你剛剛給我們看畫面是 一半有社交距離 一半沒社交距離 然後全部都擠在那個沒有社交距離的 我跟大家講句開玩笑的話 會不會本來沒確診的 去那邊確診呢 我的哭點都是在老人家這一塊 我每次看到那種老人家 很辛苦的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忍不住要落淚 老人家最後都已經活到要 就是寒一弄孫 遺享天年的這個年紀 竟然為了活命 要這樣組著拐杖出去 好多人是好久沒出門了 這樣子去打這個疫苗 Number 4 缺得很嚴重 缺得很嚴重 這個時候 經濟能力比較好的 台灣的一些朋友 不管是企業家也好 留學生也好 或是一般的人士也好 對於他來說的話 與其遙遙等那些 這個看不見的疫苗 或者是在台灣冒著這個 被感染的高風險的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他最後做了一個選擇 什麼選擇呢 那就是離開台灣到海外去施打疫苗 長榮的航班已經斑斑客滿 而且不只斑斑客滿 而且一直在增加航班 而且人的票價一直在上漲 商務艙整個做滿 商務艙一張票都要十幾二十萬台幣 會做滿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有錢的人都往外走了 所以經濟能力狀況好的 那麼就往美國 往大陸的方向再走 這個情況在台灣就說明了 台灣經濟能力好的人 他本身已經有非常大的恐慌 驚人太恐怖 全大陸民眾同時監工 最高的時間點 同時五千四百萬人同時觀看 這個數字太精進了 當這個火球山醫院蓋好的時候呢 可能台灣有些網友說 就是個組合屋嘛 直接看裡面的內容 裡面包括了重症監護病床區 只花了十天的時間 所以BBC去算 像這樣的床位的配置跟相關的內容 正常時期蓋一個醫院的話 大概是一年半到快兩年的時間 一整年不斷的大內宣大外宣 沒事還跑去登報 跟人家講說台灣可以幫忙 你知道嗎 現在在美國 不知道是一個公園還哪裡 上面還弄了一個 一個雕像之類的東西 一個藝術品上面寫台灣可以幫忙 這我的媽真的假的 這是丟人丟到大西洋去 還在台灣可以幫忙 你天天告訴人家說 我們台灣好得很 一切都安好 我們防疫模範生 那如果照這種趨勢來看 我跟你講 這幾天就算他校正回歸 我怎麼看那個數字 都維持在告運期 根本沒什麼動 那你想想看有多少的人 他沒有收入 可能就馬上沒有任何經濟來源 他可能沒有存款 那這些人要不要活下去 到時候不只醫護崩潰而已 整個社會搞不好都會崩潰 這個責任你擔得起 現在台灣就說整個這一次呢 領教到整個疫情傳染傳播的恐怖 所以大家也就知道 現在已經不是篩檢的問題了 那麼疫苗更是重要的問題 但是呢 一箱吹呢 超前部署的這個台灣政府呢 被人民發現呢 幾乎是毫無部署 讓老人在太陽底下曬 甚至爬樓梯爬得氣喘 第一天呢 有老人呢還沒打 就已經累死了 那麼這次今天發現呢 就是說兩個人呢是打完了死亡 所以這個呢在台灣呢 會造成一個那個 但是呢 台灣的官方會立刻推了 第一個這個是老人人嘛 那哪一個老人人沒有慢性病呢 那最後又推慢性病 以上都是全球做的最好的地方 本來的這個功課 所有的答案都已經發給全世界 結果全世界不抄嘛 為了要捍衛一些 哎呀不戴口罩的人權 結果搞得大家都死光光 那這個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在春節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台商的朋友回到台灣 那我就跟他們請教說 到底大陸的這個包含 陸出境防疫是怎麼樣 跟台灣來比 就知道到底大陸做得多好 就是你到了大陸之後 你下了飛機 那基本上呢 你只會看得到 就除了同班機的人以外 你看到的所有人 都是穿著防護衣服的 而且呢是唯一的一個 專門的通道 然後幫你去做全程的篩檢 篩檢完了之後呢 拿了行李啊 然後上了專門的巴士 那在專門的巴士裡面 所有的人也一樣都是穿著防 所以你不會看到 其他無關緊要的人 然後唸著你的證件 然後到了專門的隔離的旅館 然後親自一一的點鈴 你搭了電梯 回到自己的房間 就全程完全都是隔離的狀態 你不會接觸到 其他沒穿防護衣的人 然後全部來做篩檢 那你有需要來做 更加細緻的篩檢啊或疫苗啊 都有做詳細的安排 但是在台灣呢 這一次有印度來台的 怎麼樣呢 下了飛機之後也沒有專門的 No.9 管我們的死活嗎 一秒改來改去 你看人家怎麼防疫的 這是大陸啊 昨天一直傳的照片 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在廣東 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亮點在哪裡呢 在這個紅色這個 它拿那個塑膠魚當那個魚衣啊 這個就是他們 他們26號 這是前幾天拍的 他們在做PCR檢測的時候 忽然下雨 可是繼續的那個 繼續的這個採檢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這個是白天 你看這是晚上 這是空拍的畫面 人家打疫苗 其實他們是拍的打疫苗 那後來呢 他們的這個 施打的這個場所也蓋好了 臨時搭建的蓋好了 人家的行政能力 下大雨沒關係 我過兩天就蓋好了 就我們看看 大陸怎麼防疫的 其實沒什麼絕招 就兩招嘛 是 普篩跟打疫苗嘛 可是甚至我們有做嗎 我們都沒 No.10 防疫是成功的 人家的防疫是有效的 你看廣州確診才多少人啊 加起來100多人 不是一天100多 是totally 100多啊 我們這邊一天就100多了 你們好了 人家 三個禮拜100多 人家封城這樣子 我們每天100多 甚至三四百 然後我們每天就是不封城啊 也不普篩啊 你看廣州篩多少 我看媒體廣州篩了3600萬 我們一天只能篩5萬啊 我今天在前幾節目講 我說 我們一天塞5萬 要塞到3600萬 我們要塞兩年啊 人家不到一個月 塞了3600萬 我們要塞兩年啊 不笑死人啊 我們跟人家比什麼啊 失敗 承認失敗 承認不如人家 就提供哪一支 你要多少量 就給多少量 台灣這邊說我們不要 嗯 就陳時中這邊就說不要 但是呢 不斷的要告訴所有的台灣民眾說 美國會給我們哦 我美國那邊拿到疫苗 但是台灣在面對到大陸的善意的時候 台灣不只是拒絕 那有人說趕快給我們疫苗吧 台灣的疫情沒有疫苗是擋不住的 大陸方面呢 一開始他說那國國藥 國藥台灣一定不會要 因為他覺得是大陸做的 他拉不下這個臉 嗯 好吧那現在呢 轉轉轉一下 就是說那那BNT好了好不好 就是說會如果輝瑞疫苗台灣要 因為復興是總代理 復興也已經講了嘛 嗯兩個部分 一個是非廈門 嗯另外一個是非上海 上海 非上海我覺得是因為可能 台胞的朋友們比較多吧 對啦因為附近 畢竟 嗯沒有呃大部分的台胞都在大上海附近活動嘛 昆山啊那些都是台商聚集的區域 做生意的念書的 其實也大部分都是在上海 那畢竟有地緣之境 而且呃航班也多 所以呢非上海的多 但是呢因為大陸方面 因為他疫苗台灣不可能接受他的疫苗嘛 所以呢他就乾脆就是說呢 讓讓台商想要打大陸疫苗的 想要趕快能夠呢打到疫苗的 打到安全疫苗 打到WHO認可的疫苗的 那你可以來來大陸打 嗯 當然其實他的費用也不低啦 我看了一下大概一個人最最少要 OK好這邊 十萬 十萬對 呃大陸的朋友的發給我的視頻 包括他們自己的親人 就在這幾天呢 趕到趕到呢就是下面 因為他們不想當白老鼠 嗯 大家想說我我再再不去 我就要當白老鼠了 所以趕快呢就就過就過去打 最近有個哏很紅 有人很囂張 覺得台灣防疫100分 所以想出了一個哏 嗆聲跟世界嗆聲 說看好了世界 台灣只示範一次 示範一次什麼 他本來是要告訴你說 我們兩週之內解除第三集警戒 但現在被拿來大作文章 原來台灣要示範的 有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看好了世界 台灣人只示範一次 有一年時間做準備 我們防疫還可以LATSAP 到這個程度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看好了世界 台灣人只示範一次 一週之內大停電兩次 這些事情 台灣只示範一次 世界看清楚了 防疫號稱100分 丟臉 有夠 對 你會不會有任何人 靠海關 對 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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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 對 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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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股 海關 海關